是否您在回答念经和度人的功德区别是开始啊 就是说这个问题 比如说念一次经功德只有20% 但是度人是50% 都是做好事 一个是做大好事 一个是做小好事 是否您这样说的啊 但是呢 有的听众 我问只靠念经可以明经见性吗 师父回答是可能性只占50% 放生进度共生命力调节 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50% 你去看看这个比重 就是说念经的比重特别大 如果一个人学佛不念经 一个人学佛不念经等于不学佛 烧香不念经等于不烧香 师父您这两次开始念经的功德百分比不同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师父这个问题 很简单 如果念经的能量不一样 那就说明你自己运用 这个念经的这个功能 没有运好 比方说有些人一辈子念经 他也不懂处法 他也没学 他到了天上去 他在候补 他到了天上再去听菩萨讲课 重新学习 是这样的 是这样啊 如果我们在人间 不停的念经 增长智慧 看佛经 看师父的书 对不对啊 像你们学心灵法们看师父的书 然后慢慢慢慢的 越开智慧越开悟 越开悟念经 效果越快 你比方说你一生念百分之 念念了大概大概一千万遍 这个经 但是你因为不开悟的念 你可能只收到一半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人开悟的 可能你本来应该念 你念了一千万遍的经文 你可能得到两千万遍的功德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说说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 记得想问 如果一个人成菩萨 他念经是占多少 救助中生是占多少的百分之呢 这两个 实际上根据你每一个人成佛 成菩萨的概念不同 你在哪方面 你比方说你在行的多 还是在修行方面多 还是在救助中生 还在忍辱方面 他不一样的 所以他这个念经的比例也不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你成佛成菩萨不是某一个概念的 不是某一个尝试 一个模式上去的呀 好了 那师父 比如有一个同学 他念经念的少 但是他救助中生对的多 他也能照耀成佛 是这样吗 那到了 那到了 有的人念经念的很少 他就是拼命的救人救人 就到后来他上去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持续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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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的持续开设